基北區的第二次免試入學放榜之後 有好幾家屬於前段班的社區高中 意外出現了缺額 可能要續招 於是呢 許多考生又燃起了希望 想要再試試看 能不能擠進更好的學校 不過 參加特招是否必須要放棄先前的錄取資格呢 現在教育部跟台北市又有不同的說法 二免放榜後 史無前例的不僅部分明星高中出現缺額 許多指標型的社區高中值也出現了不少缺額 基北區缺額第二高的西松高中就無奈的表示 首屆的免試制度 志願需扣分 造成了該校二免後 還有九十六個缺額 甚至可能更多 不理想 那二免也是同樣的狀況 基北區有十二個學校 總共有五百九十四個缺額 將辦理續招 台北市教育局昨天宣布 就算一免特招 二免錄取完成報到的考生 只要取得原錄取學校的同意 也能夠參與續招 還能夠一次選田多個志願 就算續招未獲錄取也能夠重回原錄取的學校 北市的做法跟教育部不同調引發爭議 林憶華指出 台北市高中職一般招生不到三十三個人的班級 才能夠參與續招 名額不到六百個人 應該不至於造成太大的衝擊跟板塊挪移的現象 但教育部認為 北市的做法恐怕有為公平性 臺北市教育局則表示 開放給所有考生同樣的機會 應該是較為公平的方案 記者綜合報導